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8日 今天呢,在海外奇谈节目当中,还想再来谈谈孟晚舟这个案子 我们知道呢,周三,这孟晚舟啊,由这个加拿大法院做出了这个裁决 该引渡符合双重标准,也就是说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呢 在加拿大也同样被看成是犯罪的 所以说孟晚舟拼请那些律师呢,提出了终止此案的申请被博会了 这样一看啊,这个虽然短期内,孟晚舟不会引渡到美国 还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啊,至少这个国内官方报道的虚构的 夸张渲染的啊,那个所谓的胜利的时刻 没有到来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孟晚舟及其团队啊 在这个诸森法院门前做出这个行为艺术啊 做出胜利的手势啊,搞得是很热闹 好像是马上就要胜利回国了 最可笑的是什么,人民网呢 事先发了个预告,要准备现场直播啊 据说观众非常多啊,都在等待着 看到孟晚舟这个胜利的返回啊 祖国母亲的回报这个过程啊 结果呢,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啊 所以说特别的可笑了啊 那网上消息讲的法庭啊 就决定在6月3号要再次开庭 早着呢 我要讲的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人民网做了这个承诺 要搞直播啊 为什么孟晚舟她相信呢 相信自己能够就是说胜利的返回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个非常值得研究啊 现在人们这个媒体的关注点啊 都在讲着孟晚舟以后怎么样 没有探讨这个关键的问题啊 本人认为啊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定是有一些人 对这个孟晚舟也好 还是对他的爸爸 这个认证肺炎也好 给他们提供信息的时候 那都是这个给人感觉都是很有权威的 否则他们不会这样做啊 甚至是坚信不疑啊 那否则的话 你想人民网纳人民网旗下的这个 这个网络平台 怎么会都是精心的做好准备的啊 每一个细节 我听说甚至他胜利以后 这个登机啊 乘坐飞机都可能是这个世界都有所安排啊 这个有些媒体 准备大肆的报道啊 甚至举办一些所谓的欢迎活动啊 等等啊 要集起新的一轮 叫爱国热潮 仿佛他做了什么巨大的贡献啊 这个胜利归来啊 甚至他的爸爸都想象啊 这个掌上明珠啊 这个温暖的啊 这个靠近他爸爸就回报好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本人做了一些大胆的采取啊 探讨探讨 到底是什么人忽悠了这个任正非和孟晚舟啊 一种可能性 本人认为也是外交系统 因为我们知道孟晚舟这个事情 2018年这个发生的时候啊 第一时间那就是中国住这边的这个使馆一些人员 就到了他家里去了 那到底进了房间以后他什么不知道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外交部啊 就王毅主导下的 这个外交部是在全世界丢进了脸的 外在的形象是什么呢 叫做战狼式的外交 这实际上是什么说大话办小事 有很多事情啊原本都是很小的 所以这个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民间的民事纠纷 完全可以化解 甚至可以不理睬啊 让这个老百姓自己处理 中国公民自己按照民事这个法的啊 一些规定去处理 你比如说瑞典就发生一期了 有一个一家三口啊 这个公民呢到这个瑞典去旅游 到人的酒店去啊 提前到了一天 可能把时间计算错了 这种情况也都是疏忽经常发生的 那当然那个小酒店 对他有点不礼貌啊 不那么人性化 不那么温暖啊 就驱赶他啊 不允许他呆在那个大厅里面 影响作声 结果后来就发生了一些故事啊 这些故事不论多么这个碰撞啊 多么延迟的激烈啊 这个其实就外交部都应当这个保持距离 因为这个事是个很具体的一个民事的 这个纠纷啊 你想在中午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回去后 这个订的酒店是 比如说是六号 你五号就到了 你坐在人大厅里的 那酒店是做生意的肯定不高兴 这不很简单也是 但是后来演变到什么 演变到一个所谓爱国不爱国的高度了 这个丢尽了脸在全世界啊 外交部还发表声明 还有这个英国原本一个记者呢 你去采访应该是这个应当是守护自己的角色啊 应当是中立的 结果呢 倾向性过于明显 因为中国那些记者都是官媒嘛 所以一位女记者呢 这个很凶悍 在会上大闹 闹人家保守党的所谓一个联会的一个记者招待会 那到底你是记者还是总共的这个官员呢 说搞的也是 外交部也接触了 也上升到了一个什么国家国家的世界 那等等啊 这些人呢忽悠着孟晚舟 又忽悠她爸爸 怎么样怎么样啊 在这里显然很强势 影响了这个司法的这个裁决 这个信心百倍啊 因为这种可能 把孟晚舟忽悠了 这是一种可能 当然我这方面没有细节了 我上书引用这两个案例 那是媒体都有报道了 这个咱们不怕别人追究责任啊 但是你说孟晚舟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外交口 有的可能也是忽悠忽悠啊 造成的造成的虚假信息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啊 这个商场上的这个合作伙伴 朋友 哥们弟兄 你想孟晚舟是华为的这个执行官啊 大老板的女儿 你想这个企业 你说的是民间企业民营企业也可以 说是军方企业也可以 说的是国营企业也可以 因为中国这种政治体制 你想即使是民间企业 民营企业 你和这个官员 如果没有这个强有力的保护伞 怎么可能发展到今天啊 深圳我经常去 你想深圳一个小公司 发展到今天 如此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不用讲了 华为5G啊 这个有很多人都能 都能比我谈的深刻的多 那他接交的朋友 不论是孟晚舟还是他爸爸任正非 那都交了很多的义兰富豪大汉 那么这些人都是空中飞的人 手里有钱 一会在加拿大 一会在中国 来会那么飞啊 什么都知道 那有没有可能 这些人给他传递那些消息 是假消息 忽悠他了 或者是白送人情啊 就是 张罪三分里啊 回去 乱讲 乱承诺啊 或者是从他爸爸 或者孟晚舟的地方 拿到一些好处啊 就是 这个做了一些不负责任的 这个虚垮的这种程度啊 和描述 就没这种可能 我在加拿大认识这个 什么什么这个司法部的 认识什么总理啊 又是办公厅 又是总理办公室 又是什么保守党的自由党的等等 那么这种当中也包括一些 所谓的这个侨领啊 有没有可能 这是我猜测啊 也没有什么 这个具体的证据 因为现在这种侨领也很多啊 各种的协会啊 同乡会 你听那些会长的 那些理事长啊 讲话的时候 他各个都是 这个直通这个 这个政要家里啊 没有就不能办成的事 都是催牛逼撒谎变故事 有很多人 你听他讲都是云山雾罩的 但是根据本人的体会啊 因为我在那个多伦多大学做访问许者好多年 也这个认识很多的所谓的那个上流社会的人 根据我判断和分析 官员很难影响加拿大的司法程序 更不可能改变一个具体案件的走向 别等着他们下呼 因为加拿大司法是独立的 任何人干预啊 法官都不可能给面子 你看这个孟晚舟这个案的终身法官 是个是为女性法官呢 她周三做出判决的时候 是长达二十三页的这个判词 也就是说在你孟晚舟 在这个主使法院门前表演的时候 做首饰的时候 人这个判决书早就写好了 人家保密是非常严密的 那就说人家在独立做出的判决 谁不会影响他 即使特鲁多也别想和他打上话 是不是啊 你看他这个判词里面 我认为很值得研究啊 我就不去服输了 因为网上现在有很多啊 非常专业化的 最后面我都有这个其实的体会啊 因为前几年有一位 这个非常有名的企业家 就是因为遭受到了 中共的这个官员的迫害啊 这个流落到某一个国家啊 也是申请了这个难民程序啊 由于他当时不懂嘛 这个美国一个华裔的所谓牧师 这个帮他 也拿走了很多的这个律师费啊 给他介绍所谓的律师 最后这个办杂了 办杂的原因很多 讲不清楚啊 目前 但是肯定是被拒 难民被拒 那么 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啊 他这个信息是分享的 如果你在那个地方被拒了 你在加拿大就很难再获得成功了 所以他那个案子后来都非常遗憾啊 尽管他的确是证据非常确凿 遭到了迫害 应当给他难民的身份 但是在这边 这个通过一些有关方面去 这个查询这个事情啊 已经没有办法呀 为什么 因为这个司法是独立的 任何人都不能影响啊 这个不太清楚啊 那位所谓的这个比较有名的 英文又好的能忽悠的 这个牧师是怎么忽悠 这个一些朋友的 所以有些人啊 这不了解啊 用中国式的思维来看加拿大的法律 好像找一个大官 说特鲁多 或者随着一句话就能改变 司法这个发展的方向 案件的处理方向 不可能的 中国不同 在中国你要如果 这个托上那个习近平机器团队啊 政法委书记 公安部长 司法部长 那就了不得了 你即使能拖到一个这个 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 那都在当地都可以 徐四忘法 但是加拿大是不同的 所以说孟晚舟这案件 我认为 官员影响他的可能性啊 微乎其微啊 即使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司法部长啊 根据网上的消息讲好像有一点决策权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也是我不是我今天研究的啊 那么这是他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影响他 也就是朋友 那么第三个呢 有一种可能是律师夸大其次 律师都是这样啊 为了显示自己做的如何好如何满 那肯定在向他这个提供咨询啊 那方面信心百倍啊 这也符合职业习惯 因为律师从他的角度 站在司法这个条文这个方面 认为他的辩护是无懈可击的 但是你讲的道理再多啊 就法官认不认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所以说花了很多律师费啊 这个律师费往往越多 那可能环绕他的人 就未必那么可靠 为什么你想 很多人环绕着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赚钱嘛 为了赚钱呢 当然人家要把这自己的工作描绘得完美无缺 所以也给这个孟晚舟 或许也给这个她的爸爸 这个认证费造成一种假象 一种虚幻啊 仿佛她的女儿胜利就回来了啊 法院做出一个决策 做出一个判决有利于华为 那她就可以是这个 从此以后改变命运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啊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来往在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一些什么呢 职业的中间人啊 或者坦率想一大骗子 好多这样的啊 你看也不做什么工作 到处忽悠 在中国忽悠 在这边也忽悠 我都碰到过啊 回国以后 我都不认识啊 但是能告诉国内一些人啊 我真是讲一遍 我让她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啊 你怎么样怎么样 催的是神乎其身啊 这个没有编辑啊 我记得那时候 重庆搞那个长龙大爷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协会的什么主席啊 把我写了一些这个 关于重庆的文章啊 装定成册 就在重庆忽悠 实际上我跟他根本都不认识 所以说不要相信这些中间人啊 那说不定有这样中间的 一些这个啊 头脑子非常的精明啊 善于钻银啊 能忽悠的 这边忽悠任正非啊 这边忽悠 这个 这边 来会跑啊 回去 传递一些假消息啊 我在那边给你找什么人了 找到了 这个特鲁多他大救哥啊 司法部长的什么妹妹妹夫 什么法官的什么哥哥 一些骗子啊 什么谎言都能编出来 所以说啊 由于这个 华为这个家俗啊 太有钱了 有钱 人有钱 有了名 有了利 有了地位 身边往往环绕着人啊 有好人 但是坏人也很多 你为什么呢 这个围绕的利益啊 有很多人在不择手段呢 所以说 说不定啊 就是因为这些人 把这个孟晚舟和这个任正非忽悠了 才上演了啊 这个前几天发生的所谓 做这个胜利的手势啊 最后在周三竟能 这个败北这样一个结局啊 所以说一定要引起警惕啊 本人认为啊 可能是这些原因造成了这个上述的情况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